新竹竹北时兴一街 在今天早上进行污水工程时 由于承包商没有按照标准的作业程序 结果不小心挖断瓦斯管线引发火事 当时熊熊大火还燃烧了3到4公尺这么高 而且旁边就是住宅大楼了 让大家看得胆战心惊 新竹县政府公务处现在要求厂商必须要立刻停工 也依照契约来开罚 很重 马度上出现一团橘黄火球 洞口还不断冒出火焰 熊熊火势向上窜烧将近四公尺相当惊人 一旁就是住宅大楼惊险万分 民众见状急着拿水管喷洒 但根本无济于事 就怕大火一发不可收拾 消防队员紧急到场 全副武装严正以待布水先灌旧 冲来冲的街头突然起火 还飘散出浓浓瓦斯为吓坏民众 13号上午新竹竹北石新一街进行污水工程时 由于承包商没有依照标准程序施作 不慎挖断瓦斯管线随即引发火势 工人赶紧报案并疏散附近居民 我们有管制附近的火源跟人车进出 在进行替水线防护 并稀释瓦斯漏气的浓度 警销到场10分钟内扑灭火势 没有人员伤亡 但警销不敢大意 持续利用水务防护 新竹瓦斯公司也立刻通报厂商 将管线止气并抢修 在中午前已经修复完成 但看看这画面 市社公共安全公务处要求厂商及建造单位 立刻停工并以契约开罚 记者新竹综合报道